收看4月27号的台式五间新闻 我是书凯文 图一时方便 货车违规跨越双黄线 害得对象机车撞上 新竹一样货车行驶在路上 行经S行弯道的时候 因为想知对象空地停车 就违规跨越双黄线 重机骑士闪避不及直接撞上 接着重心不稳 又再撞上另外一台轿车 幸好骑士送一之后没有答案 蓝色货车行驶在标线内 但下一秒经过弯道时 竟然突然来个接近90度左切 直接跨越双黄线 开到对象车道 重机骑士闪避不及 先是擦撞货车后 又因为重心不稳 再撞货车后方的轿车 最后摔在路上 连环撞击造成重机 车壳零件直离破碎 货车和轿车的后照镜也撞坏 离谱车祸就发生在 26号上午10点左右 新浦镇新隆路附近 远景货报道场 立刻将骑士送一治疗 索性人没有大碍 而警方初步调查 三人都没有走驾 货车驾驶自称 因为想到对象空地停车而照货 但过弯左切的行为 已经处罚 诚信民众驾驶货车 已转弯路口前 违规跨越双黄线 本所依道交条例举发 在此复议民众误诚意识方便而违规 根据道交条例 每一规定开进来车道 可以处600元以上 1800元以下罚环 诚信货车驶乘意识之快 跨越双黄线停车 却亿万酿成车祸 不只吞下罚单 民事赔偿的部分 恐怕也逃不了 结局是线性的报道